我说范镇长啊 你这个小舅子 什么时候变得 这么有商业头脑啊 你可别提了 他可是给我找了 不少麻烦事啊 此次是两个村子的 整体改造 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 促成这件事 促成了就是一件功德 那倒是不敢说 只敢说是为大家伙 做了件事吧 面对大是大非的问题 我们首先要站队的立场 千万不要出错 范镇长是聪明的人啊 那么市里面的领导 包括省领导 想尽一切办法 把峰会啊 促成到我们这里 那就是为了要解决啊 这个人口流失的问题 解决资源匮乏的问题 这眼看着就要出成绩了 咱们可不能在这个时候 掉链子啊 不会 不会 小主任 看问题啊 还是你通透啊 咱们到前面啊 再去走访啊 那几户人家 好好好 紫队 镇长 我这房子真的是不会卖的 不是 您 您 您就不考虑了 您 您慢走啊 我不送啊 不好意思啊 小主任 这个 还是我工作 没做到位啊 前期调研的时候啊 老百姓都是支持 整体开发和搬迁的 怎么 最近突然间这个 抵触情绪这么地重啊 也可以理解 利益面前嘛 人心一变 我听说啊 这条街上有很多人 把这房子都递给唐浩然了 妈 也没有吧 要是都递给他了 那咱俩也不用挨家挨户 那就跑了 坐 坐 坐 来 这 这个是 唐浩然啊 是不是 是他 这是躲我的呀 还是躲你的呀 那我 我去问问他 顺便啊 也做到他的工作啊 好好好 好 好 回头见啊 方叔啊 在想什么呢 我来呀 是想问问你 跟这个孩子们 商量好了没有 关于这个搬迁的事情啊 您看啊 咱们这次啊 其实是一个 统一规划的旅游开发项目 原则上呢 不会改变啊 原来的生活样式 还会保留原来的生活方式 那么主要嘛 是为了方便 统一管理 统一建设 和统一保护 把你们原来 住的那些老房子呢 我们收回来 但是呢 保持啊 六十年的 使用权给你们 什么 就是说 你们把房子 卖给我们 我们呢 会给你们提供啊 一笔钱 然后再给你们提供呢 这个改建房 保留你们原来的生活方式 在这里啊 继续住六十年 不是 那我这饭庄还能开吗 当然可以开啊 旅游开发 未来的规划里面 就是有餐厅啊 超市啊 商业内容啊 我听他们说 大家都不肯办 说是 坚持的时间越长 说条件越好谈 是这样的啊 如果大伙啊 有什么样的诉求 随时啊 都可以找我来谈 我不是给了大家这个 搬迁的协议书吗 如果有什么地方 不明白的 可以直接来找我 我帮你们解读 那如果我放弃六十年的使用权 把房子卖了呢 可以的呀 政府呀 会给大家啊 一笔钱 这次改造的力度啊 是非常大的 投入也多 我们希望可以把这里啊 打造成啊 以状元府为中心的 科技园区 如果这种方式成功的话 我们在外地啊 打工的孩子们 都可以啊 回家来自主创业了 都可以回来 当然 这个好啊 如果觉得好呀 你也帮帮我 做做说客 跟乡亲们 普及普及 好吧 好好好 我我我我做 我做 那么如果觉得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到时候 就在这个 搬迁协议书上签字啊 嗯 我ケurg 她搬了 我 caf洋 她搬了 她搬了 我 去了 别 Pop 青鸡 来 我想要 如果都听明白了 那范镇长也在这里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有次序地排队 把字都签了 好不好 好 我有问题 我有问题 萧主任 凭什么你一张嘴 上嘴皮子碰下嘴皮子 就忽悠把我们房子卖掉了 这可是我们祖辈的房子 我们好几代人 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的 陈昊然 你不要在这里下起哄好不好 人家是房家村跟萧家村的事情 你算哪个村子呀 我哪个村子不是 但是我这里有房子 我就有资格 你这人搞吧 是不是让我们背井离乡的 是吧 大伙听我说啊 我们不存在背井离乡的事情好不好 我们今天签的这个同意书啊 是让两个村子啊 可以搬迁换好的地方住啊 另外呢我们的新村已经在建设了 建好就请大家搬过去 新村是把啊 咱们的古村啊连接在一起的 你们想家的时候可以随时回来啊 我们得跟在这里 我们没有搬走啊 不不存在背井离乡的问题 是不是啊 说得好 说得好吗 说得好 政府规划细致 我这把老骨头还搓上这儿老崽子 我先签 这就对了 不能签不能签 你们长没长脑子你们是傻子吧 你 你听我叫话啊 知道他是谁吗 谁啊 肖立明 肖立明 肖立明吗 他的人名叫肖启颜 是咱们村肖雪松的儿子 知道肖雪松是谁吗 当年神器队友抱着一本油策 葬身火海的那位多丢人不知道吗 肖主任的房子也在咱们村 他们家的户主 许晶莹为什么没有来呢 你让他过来签字啊 妈妈怎么不来呢 是啊 肖雪松的老婆 许晶莹怎么没来 是啊 他这肖里面你说得这么好 那你妈妈为什么不来签字 就是你妈妈 今天签不签字 和我是谁的儿子没有关系的 那你妈妈为什么不来签字 我可以替我妈妈签 不行 你没有资格的 必须护主来签 对不对 你不要在这里煽动情绪啊 肖主任 你现在是威胁我吗 还有你们 当年你们人人都给人家 泼了多少丧水 现在人家儿子回来了 回来帮你们吗 不可能的 他不会帮你们的 没错 这个字不能签 不能让他骗我们 他跟他爸那都是一样可恶 对对对 住嘴 你们在血口喷人知道吗 我丈夫不是你们嘴巴里说的那种人 我儿子不是公司不分的人 你们都给我听着 这个字 我欠你 你倒来会维护你的儿子了 但是 萧雪松当年是个塘兵 我们有好多人在场都看得到了 对对对 我照顾他是救人的 胡说八道 我们好多人都在现场 他救的谁大家也没有看得到啊 你 就因为萧雪松 这状元府是画到方家村的 萧利明回来就急急推动 集体开发 为什么呀 就是想把状元府从方家村拿走 两个村出栏打准一抢空 为父亲报仇 萧利明 我就想问你 这个事情 为什么不跟老百姓商量商量的 为什么不和大家商量一下补偿 对呀 是这样啊 我来讲两句啊 开发这个事情 跟我们校主人没有一点关系 跟他的父亲也是没有一点点关系 这个姓唐的满口胡说八道 开发对你们大家都有好处 都有利益的 知道吗 怎么对大家有利啊 我看啊 就对他们家有利 是 你不信方的 你还站在那儿还干什么 你赶紧把事实告诉大家好不好 我说 萧雪松 他真的不是逃兵 他没有逃跑 他是为了救人 才被那场杂花给烧死他 我说的 都是我亲眼看到 这件事 在我心里边就像一颗钉子 砸了这么多年 我越想说 我就越张不开嘴 我怕说出实情 政府就会说回把庄园府 给方家村的决定 我怕被方家村老少爷们们的 通了经在咽死 对啊 他救了谁 我们怎么救谁啊 那你说一下 他救了谁 这个我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是一个孩子 我看到他把一个孩子丢出去 扔到了镇政府 后面的小河沟里 火太大 整个房子都着了 方家村 你这个为了成龙快婿 编得够好的呀 十几年的旧事 就靠你一句话就翻案了 你们都不知道吧 萧丽民和他的女儿方树然 正在谈恋爱 晓不晓得呀 他都没清楚了 你姐姐姐 你姐姐 我们 就是 爸 没事吧 这就是他的女儿方树然 跟萧丽民谈恋爱的 我跟你说 他们一起演戏 骗咱们的 这样不能戏 萧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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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那孩子了 你回来了 孩子在哪儿呢 你说 孩子在哪儿呢 萧丽民 那孩子找到了 那孩子是 你记不记得之前 说呀 那孩子谁呀 说谁呀 谁呀 在哪儿呢 你们找出来呀 说呀 孩子在哪儿呢 你们都给我说出来呀 那孩子哪儿呢 说呀 孩子呢 说 孩子呢 孩子呢 说呀 孩子说 是我 我就是那个被救的孩子 那本集邮册 就是萧叔叔给他儿子生日礼物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记得特别的 那里有张猴票 我特别喜欢 我特别想要 后来呢 后来怎么样了 你别愣着 你说 你快点说 后来我也不知道 怎么回事 就着火了 真正 when you get about to go 不清楚 突然就砸火了 不清楚 陈建军呢 没看见 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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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进来 没事吧 小天 小天在里面 没事吧 天天挂我 救我孩子 你快跑 小天 小天 快 起来 走 快 没事吧 会不会游泳 来 对不起啊 小心点 为什么 为什么你到现在才说 为什么 你知道吗 这些年 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吗 我丈夫小雪松 我 还有我儿子 被你们整整圆绝了十八年 你知道吗 我我被吓人了我不敢说 但是我现在浑浑饿的活成现在这狗样子 我我我怎么有脸说啊 我真的无时无刻不在想 那场大火当初把我烧死得了 消除用他的命 换我这个人渣烂人贱人 我都听他不许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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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天 小天我知道你们恨死我了 你们要打要骂随便 我都在这儿挨着行吗 我知道我这辈子都对不起你们 我这辈子都欠你们的 对不起我孝叔 我不把他怎么办呀 这是大叔孝叔救我 是我不小心从他身上 动下来的 他的警号我一直都在在身上呢 我就得还给你行吗 我这不开枉我 我对不起你们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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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了吧 你们都听见了吧 起来 我赵母 我赵母 我赵母被整整冤枉了十八年 你 谢谢 雪搜 我亲爱的雪搜 你听见了吗 终于真相打败 终于换你清白 大家听我说一句 一个人的悲剧 不能延伸到他的家人身上 不管萧丽明是谁的孩子 也不管我们的庄源府 遭遇过什么样的磨难 我们要相信 以后的日子我们会过得更好 乡亲们 弄清楚了吧 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我们没有想要任何一个人的利益 今天这里搬迁 是为了每一个人的利益 今天政府做的和我们所做的 都是想给大家一个美好的未来 请你们相信我 可不可以啊 爸 这个字咱们签 签 这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